下一個我們要上的東西叫做火層岩 火層岩就是岩漿凝固 熔熔狀態的岩漿凝固所形成就叫做火層岩 它是地表上含量最多的 正常啊 那不是講過嗎 地球一開始熔熔狀態示熱的岩漿啊 所以它凝固就是所謂的火層岩嘛 就是所謂的火層岩 所以它最多的岩就是火層岩 火層岩有兩種分類方法 一種是國中有焦的 這個是國中有焦的 根據它的冷卻快範分作火山岩跟深層岩 所謂的火山岩 那個火山爆發噴出來 噴出來就碰到了水 碰到了空氣 就很快冷卻 所以火山岩是冷卻比較快 在地表附近形成的冷卻快 因為冷卻快 所以來不及好好的排列 所以結晶顆粒比較細小 所以結晶顆粒比較細小 如果毫無結晶 要火山玻璃 因為玻璃就是沒有結晶的東西 我叫做火山玻璃 所以叫做火山岩冷卻快 冷卻快 結晶顆粒細小 結晶顆粒細小 叫火山岩 另外一種就是在地底下慢慢的冷卻 地下深處慢慢的冷卻 因為慢慢冷卻 就有機會可以好好的排列 所以結晶顆粒就會比較粗大 這我們叫做深層岩 深層岩在地殼較深處所形成的 所以冷卻比較慢 所以結晶顆粒比較粗大 形成的時候是在地下深處 但它可以因為地球的一些種種的變動 跑到地球表面來 你可以在表面發現它 不一定要在地下深處才會發現它 這是一個分類方式 這種分類方式是國中有交的 根據冷卻快半分做火山岩跟深層岩 另外一種分類方式是國中沒有交的 根據它的礦物成分 礦物成分 有常識十英多的跟常識十英少的 常識十英多的 通常顏色比較淡 常識十英少的 通常顏色比較深 這個有去分 那就是二氧化系的含量多廣 二氧化系的多廣 這種分類方式是國中沒有交的 我們待會兒會帶到它說一下 但是基本上國中沒有交這種分類方式 好 所以你要記住的是國中有交的 一種是冷卻快叫做火山岩結晶顆粒小 一種是冷卻慢叫深層岩結晶顆粒比較大 這是你要記住的分類的方法 OK 那我們就要跟你各位介紹一下 一個重要的表格 這個表格我希望你能夠背下來 原因背下來之後 如果該知道的事情就幾乎全部都知道 這個表格告訴我 我的火層岩有兩種分類方式 一種是根據冷卻的快慢 左手邊這裡 一個叫火山岩冷卻快結晶顆粒小 一種是深層岩冷卻慢結晶顆粒大 這是一種分類方式 另外一種方式就是橫的那個 長石石英多到長石石英少 這個高中就會分你分 所謂的酸性 中性 激性跟一個沒有出現的超激性 這是高中在說我不理它 你就是礦物成分分 然後就去背 劉文岩 安山岩 玄武岩 花崗岩 閃藏岩 灰藏岩 你這樣子背完之後 你就馬上就知道 誰的成分跟誰相似 劉文岩的成分跟誰相似 所以劉文岩的成分跟花崗岩相似 但是劉文岩是火山岩 花崗岩是深層岩 你就知道安山岩的成分跟誰相似 安山的成分跟閃藏岩相似 但是安山岩是火山岩 閃藏岩是深層岩 所以這樣子背完之後 你馬上就知道誰是火山岩 誰是深層岩 誰的成分跟誰相似 OK 另外畫一個圓圈圈 黑藥岩 它是我們唯一學過的火山玻璃 就是我們剛剛那邊講過那個冷卻太快 已是毫無結晶的東西 我們唯一就學過它 黑藥岩 火山玻璃 冷卻很快 毫無結晶 再畫三個圓圈圈 寫上台澎金馬 老師馬要寫哪裡 馬可以寫在你的心坦上 或馬要寫在金門的旁邊 都可以 因為馬祖的成分跟金門一樣 但是很少人問馬祖 所以馬祖可以放在你的心上 不寫上去 或者寫在金門旁邊 在幹嘛 就告訴你哪裡常見 台灣島常見的火山岩叫做安山岩 澎湖常見的火山岩叫做玄武岩 金門常見的火山岩叫做花崗岩 你這樣背完之後 就知道什麼地方常見什麼岩石 你就記得什麼樣常見什麼岩石 所以要寫上台澎金嘛 尤其是那個台灣島常見安山岩這個在跟後面的東西有關 所以經常會問到 台灣島常見的火山岩是安山岩 就是告訴你哪些岩石是常見的 哪些岩石是常見的 可以嗎 OK嗎 OK 很好